来 收到没有 收到没有 按手进船 夜晚 在中国南海 一座海上巨无霸横空出世 在起伏不定的茫茫大海中 将近两万吨的上部组块 被精准对接在了 一百零一米高的导管架底座上 误差不超过五毫米 这就是N平151 亚洲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平台 总高度相当于六十层的摩天大楼 单层甲板面积相当于十个篮球差 一托N平151 一个海上智能化无人钻采集群 呼之欲出 工程师张林将乘坐直升机 前往N平采油平台 在那里一场无人化采油测试即将开始 中国广袤的南海 这里70%的油气资源都蕴藏在深海区域 数字化 智能化 正在帮助张林他们 扣开这座油气宝库的大门 N平102平台到了 这里既没有生活区 也没有钻机 甲板面积比传统平台缩小了一半 重量降低了三分之一 是目前我国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海上无人采油平台 一登上N平102 张林他们迅速检查平台上的设备 你别看它小 但是它非常的智能 在数据采集和自主分析这方面的功能 就比以前强大很多了 它本身的判断能力也强了很多 怎么说呢 就像机器人一样 控制室很简单 测试成功后 这里将没有人职守 全靠这个海上机器人接收指令后 自动化采油 151中控 请启动A2紧电线泵 102平台 A2紧电线泵已启动 测试开始 14公里外的N平151 向这里远程发送指令 就好比自动驾驶 电线泵就是启动了发动机 151中控 请将A2紧油嘴调整到15%开度 102平台 油嘴开度已设定到15%开度 喷油嘴是油井的阀门 它的开度就相当于无人驾驶 在调整车速 不对啊 A2紧油嘴的开度怎么只有5% 这是油井投产前的关键一步 假如N平102无法执行到位 远程遥控彩油就是异象天开 N平102这边 工程师打开喷油嘴执行机构 发现编码器出现异常 有吗 还这里 151中控 151中控 A2紧电脑油嘴的编码器异常 这是接收指令的关键部件 更换 刻不容缓 在N平151按下启动键后 102平台的油嘴快速开启 仅仅100毫秒就开到了指定目标 能够实现这样的远程控制 靠的是N平151平台上的中央控制系统 它就像一个指挥官 指挥着两个平台上 1500多套仪表设备 所有设备的运行数据都汇集到这里 指挥官快速决断 指挥两个平台默契配合 这一次海上无人钻采油田群 首次使用了国产中央控制系统 北京的工厂里 正在生产的就是中央控制系统模块 电路板完成自动焊接 自动装配 23秒就生产出一块主控制器模块 N平油田海上石油平台 强大的中央控制系统 就是由数百个这样的控制模块构成的 12.0001% 这个指挥官可不仅仅是模块的简单堆叠 而是被工程师们赋予了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智慧 工程师们正在进行N平海上平台原油外输的仿真测试 因为降低的时候我们是先降这个泵的变频 警报响起 提示原油缓冲罐内的业位低于了安全值 如果中央控制系统不及时调节 动机将会持续空转 甚至损坏 假如中央控制系统是指挥官 那么这些工程师就是老师 他们正在教这套控制系统 在毫秒级的时间里 指挥平台上的千军万马 抽丝剥茧 方磊他们很快找到了 控制海上平台原油输出的策略 我们在原来的那个控制算法上 才能加一个分层控制 把我们的控制做得更好 守则云开 见月明 历经上百次测试 这套系统久经沙场后 被调试到了最佳状态 可以挥洒自如地控制海上钻彩平台 2022年12月7号 N平151油田群首期正式投产 远程无人开采 让N平102平台 一年能节省上千万的运位费用 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的平台 也会实现这种无人化采油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我们也能做到 在陆地上对海上平台进行远程控制了 我们就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 在海上每天飞来飞去了 自感知 自决策 不仅仅是海上钻彩平台 在工业大脑和大数据的指挥下 钢铁巨人也可以轻盈起舞 不仅仅是海上钻彩吧 男友们也尋找了 不能给他